台北市的士林夜市之前 频频被质疑说 坑杀消费者卖了天价水果 不过呢 现在又有民众来投诉了 说买的不是水果 是骰子牛肉 同样觉得被坑了 因为这样子 一般这样大小的这个牛肉呢 在夜市里头 一份是卖100块200块 但是他两份要600块 等于一份就要300块 那么他就把自己的经验 以及他买的这个东西 po上网 结果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不过呢 对于这样的指控 业者说 他当时是没有询问 消费者是要买大份还是小份 确实是有疏失 但是不认为自己卖贵了 打开喷枪 高温将顶级的安格斯牛肉 烤出阵阵油花 瞬间香味四溢 为在士林夜市 这家知名连锁的骰子牛肉店 却惊爆坑杀游客的争议 感觉非常差 他没有标价 是我没有先问 可是就是说 你两份卖600块也太夸张了 周三晚间李先生带着女朋友 逛士林夜市 购买了两份骰子牛肉 结账时差点昏倒 两份大元晚装的骰子牛肉 竟然要价600元 不想产生消费冲突的情况下 两人付钱了事 但越想越气 事后将画面po上网 负责人亲上火线 郑重道歉 承诺以后会再三确认分量 看看业者的摊位 三种大小的骰子牛 小份100元约100公克 中份200元大约180公克 大份300元至少270公克 消费者指控店员没询问分量 直接装任两份骰子牛相当傻眼 消费者反应不一 但市林夜市不断传出天价坑杀游客的纠纷 现在除了消保官要查 民众面对没有标价的食物 最好先问清楚价钱 才不会吃在嘴里 气在心里 民众那边网易圈台北报道